皇上 臣妾去见过京士了 如意啊 你怀的这一胎是祥瑞之胎 江玉冰说你这一胎可能会早产 那些不干净的地方别再去了 是 只是人之将死 有些话臣妾不去问个明白 也不会心安的 是谁啊 她敢说吗 她承认害死了孝贤皇后和妾阿哥 害死了梅萍和怡萍的龙胎 也害了永皇 慧贤皇贵妃 也是她害得海澜难缠 只是她并没有承认害了淑妃母子 六公主 还有锦寺 这个毒妇 她倒可认 只是她不认的 她以为朕就会相信吗 萧嫌皇后过身的时候 她身边的苏练死得也蹊跷 手里面还拿着一枚纯贵妃的珠花 纯贵妃的珠花 什么珠花 那是当年朕赏赐给淑贵妃的绣求珠花 妈 既然金氏认了是她害死了孝贤皇后 那么她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否和淑贵妃有关呢 皇上 臣妾不信淑贵妃 会和金氏一起谋害孝贤皇后 金氏承认害死的孝贤皇后 若苏练也牵扯其中 那那枚珠花 兴许是金氏栽赃给淑贵妃的 罢了 朕不想再提这些无灶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 你也问过金氏了 也该心安了 过去的那些事情 别再想了 是 如意啊 眼看你的身子 越来越沉 是不是该请你额娘入宫陪伴啊 额娘进来身子不大好 我也不敢 劳烦她老人家 左右都是身第三回了 不怕了 那就好 那朕就放心了 朕还有折子要皮 就先回养心殿了 你早先安置吧 别起了 Renaissance 匍娘 这副首尾是给儿子做的吗 这是你皇 seo wui 黄额娘之前 在冷宫生了洞窗 未免再发 还是保暖一点好 额娘对黄额娘真好 有时候比对儿子还好 你这孩子 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近日你可有见到你四哥 我四哥成了婚 也总是闷闷不乐的 额娘 听说家娘娘快不成了 早晚的事吧 眼下所有的人 都不会离你四哥 但永齐 你若见着她 一定要特别地尊重她 礼敬她 知道吗 额娘的教诲 耳濁都记着 我来吧 你下去吧 是 真没意思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又何必与他们在宫里 争来斗去的 费尽心思 费尽谋算 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罢了 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如果真的有来事 你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记住了 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你不会也会 我也会 想一下 应该就是 准备 你 准备 我 你 说 你 珠儿 Zither Harp 晚上过后 我们主儿就自己开始梳洗 也不许奴婢们伺候 奴婢还以为主是听了皇后娘娘的劝 终于响开了 谁知到了夜里 进去送水时 才发现主儿已经没气了 京师走的时候安静吗 很安静 连伤还带着笑 你去禀告皇上吧 说京师走得安乐 是 一早便见天阴沉沉的 怕是老天和臣妾一样 感慨京师的离世 听说 今室的子官 已经停在了静安庄 今室的身后事 务必要办得好看些 毕竟她生了三个皇子 朕打算 追封她为皇贵妃 皇上 今室不是已经贬为庶人了吗 这个皇贵妃 是做给外头看的 御氏王爷 私下极力推托她的出身 为的就是自保 若是朕以庶人的身份 将她下葬 也会惹得朝野无端的议论 也坏了皇家的名声 朕想好了 赐她嗜好为 书 便为 书家皇贵妃 书家皇贵妃生前 最在意的就是皇子 永成初四 永璇和永兴还年幼 倒也都是董事的孩子 无畏再受牵连了吧 永成亦是贝勒 永璇和永兴 朕会给他们贝子的爵位 交由太妃们照顾 一切应是无碍 皇上思虑周全 朕有些累了 下回养心殿歇息 恭送皇上 永璇 四哥 想哥哥没有啊 四哥 末末说 我们两个给额娘磕完头 末后十一帝 就要由太妃们照顾了 对 所以四哥来送送你们 别哭 过来 没关系 以后四哥就是你们的依靠 四哥照顾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过来